2020年10月5號晚上8點多 新北土城某間公廟門口 點燃了煙火瀑布 火花從天而降 不少人還站在底下圍觀 這一瞬間讓人嚇一跳 你嚇死我了 我害怕你沒事 沒事啊 我跳開 你這樣拍得很危險 嚇死我了 一陣煙霧扣一次就有人被炸傷 有人趕緊拿水管 把還在燃放的煙火交襲 不過現場就有幾名男子拿起水管 往自己身上澆 疑似也受了傷 其中一名為官的李星男子 被鞭炮火勢燒傷的最嚴重 送醫後全身有32% 2-3度的燒烫傷 還喪失了面積12%的排汗功能 雙手有部分的功能也受到影響 一撞告上法院 新北地院認為這名放炮的無姓男子 當時沒有驅趕為官的民眾 放炮之後才會導致民眾受傷 因此判4個月徒刑 檢方認為過輕 提起上訴 檢方認為這起意外影響理性被害人 不管是外觀或生活上的不便 甚至夏天只能待在冷氣房 再提起上訴 台灣高等法院審理後 依過失傷害致人重傷罪 判處無姓男子 有期徒刑6個月不可上訴 不過雙方針對賠償金 沒有告示 他是開天價我們沒辦法接受 當時開多少 這是意外啊 三四百萬啊 是來抽熱鬧而已啊 也不是幫忙我們的啊 參與公廟進鄉活動 現場鞭炮免不了 本身就有受傷風險 廟方通常不負擔責政 看熱鬧最好別湊太近 免得受了傷害引起糾紛 對不公堂 TVN新聞 林農氏郭瑩 新北市報導